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人如何能够认识神的伟大奇妙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约伯记第十一章 索法责备约伯自义 因为在上一章,约伯曾经期待跟神辩论 而索法是约伯的第三个朋友 就责备他无知自义,应当悔改 索法提到约伯的软弱 以及神的作为,第一个是人自义 多舍者不可称义 因为人说夸大细小的话 你说自己道理纯权竭尽 而事实上,神的话语会攻击你 神的奥秘指示你 神追讨你的罪,比你该受的还要少呢? 约伯以为自己所承受的超过自己该受 但索法认为你所受的是少于你该受的 第二,提到人的无知 难道人尽力考察就能够测透全能神吗? 世上人是如此的短暂空虚 无知,像野驴一样 神的智慧高过天,比海神 人的罪孽,神也无所不见 因此,你我应当在神面前悔改 当归向神,向神举手祷告 除掉一些的罪孽 我们的帐篷,我们的家不留下任何人的不义 而恶人,失明,无可逃 没有指望 但相反的,当人真正悔改的时候 比阳气点来,一无所惧 会忘记过去苦楚的日子 日子充满了明亮 指望是稳固的 没有人可以惊吓 而且有多人来求恩典 这一章提醒我们如何认识神的智大 神的智慧呢? 关键在离开自以为义 离开无知 在神面真正的悔改 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有限 我们自以为的存全 在上帝的绝对见察中 也是软弱误会 我们除掉一些的罪孽 而转向神的光 我们会认识神 经历神的奇妙 我们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远离自以 远离无知 求神教导我们 悔改在神的面前 让神的智慧向我们彰显 神让我们得着他的亮光 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得着坚实的指望 求主保护在苦难中的人 仰望神 得力量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来吧 中文字幕——YK